各位好,歡迎收看這一支天文台的天氣節目 我是黎宏俊 偏東氣流今天是繼續影響著廣東沿岸 所以我們今早的氣溫都不算特別涼 來到大概6時 各區的氣溫大概在17至19度 而衛星雲圖可以看到一度廣闊的雲帶 是繼續覆蓋著華南地區和南海北部 裡面亦夾雜了一些魚 所以今天的天氣會是多雲有幾陣的魚 最高氣溫大概21度 吹和緩的冬至冬北風 稍後離岸風勢是清靜 我們預計這道雲帶會在未來一兩日 繼續為華南地區帶來多雲和有雨的天氣 而影響我們的偏東氣流 會在這個星期後期減弱 到其時看到廣東沿岸地區的天氣會變得和暖 潮濕一早一晚會有霧 同時間在內陸地區看到 有些冷空氣是囤積了 並且逐漸向南擴展 其實在星期日的時候預計一道冷風 就會是橫過華南地區 下個星期初受到與它相關的強烈東北孝風影響 氣溫會顯著地下降 而香港天氣展望方面 預計未來一兩日會是多雲有幾陣的魚 這個星期後期會變得和暖潮濕 一早一晚沿岸會有霧 而去到下個星期初 由於冷風過境 所以氣溫會顯著地下降 大家要注意 天氣就講到這裡 下次見